有人因为周星驰对电影的较真 从而一炮而红 也有人因为他的较真 选择不再合作 其中或许是有相加的原因 但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受不了周星驰的一遍遍恩基 当年因为得罪东家被血藏的院穷丹 另一批新进 在周星驰的《汤不呼点秋香》中 饰演了十六姐一角 从而一招爆火 之后他们也一连合作多次 可多年后 在接受采访时 任穷丹却表示 不愿与周星驰的合作 实在是与周星驰拍戏 太受折磨 据说在拍摄《九品芝麻关》时 有场他与烈火奶奶对骂的戏份 但由于台词太长 还要一口气骂完 导致从未说话这么快的院穷丹 接连恩基了好几次都没过 而在一旁观看的周星驰 忍不住上前 当众对他说道 实在不行 你就念一二三 用符过去算了 这看似轻飘飘的一句话 确实让院穷丹崩溃不已 他觉得这是对自己 作为专业演员的侮辱 于是为了不让旁人看笑话 院穷丹卯足了劲 赌上自己的演员尊严 要求再来一遍 这才顺利的将这场戏结束 但是兄黄亦飞与周星驰 曾合力给大家 带来了不少经典作品 可他们却在少林足球之后 再无合作 有传闻说是因为周星驰的冷漠 在拍摄少林足球时 片中有场黄亦飞被砸酒瓶的戏份 谢连被砸八个酒瓶 脑袋都流血了 可周星驰却始终对效果不满意 最后还是做到居的不忍心 原本还四个酒瓶 但他却对周星驰说 就这样黄亦飞才逃过一劫 若只是这样那还好 可在后来的拍摄中 他被没亲中的演员砸晕后 刚醒来 等到的却不是周星驰的关心 而是让他马上投入工作 慢慢的两人也就没了合作 主持人梁思浩在拍完周星驰的电影后 更是公开表示 就算是要饭 都不会再与周星驰合作 在电影《国产007》中 梁思浩饰演的是一个 即将被刑刑的官二代 但由于他的哭戏始终不达标 宣称被N击了17次 足足哭了8个小时不说 甚至还被暴躁的周星驰 在片场当众对他破口大骂 对此接受不了的梁思浩 这才说出了不再合作的话 就算将来做乞衣 我都不会拍你周星驰的戏 在电影《功夫》中 鳄鱼帮老大在警局嚣张的名场面 想必大家都还有点印象 在当时看来 作为名导的冯小刚 能出演周星驰的电影 两人私下的关系 想必会十分不错 可谁能想到 短短几年之后 两人却是分道扬镳 冯小刚各是在采访中直言 周星驰做人不厚道 据说两人曾私下约定 客串对方的电影 冯小刚倒是做到了 可周星驰却每每推脱 所以你比如说这个周星驰 他就有这问题 我刚我这个 穿江气候的收影 你能来给我帮帮忙吗 我说好 但是你看我收影的时候 叫他来说 我今天有事啊 这种事就维持不住了 是吧 那不能是老我 天天给你帮忙 你不给我帮忙 这种理上往来的事很多 还好都是跟电影没关系的 对于这一点 小编要站队冯小刚 双方间的关系 确实是需要维护的 若是只有一人 在不断的付出 那这段关系断裂 是迟早的事 而大哥万子良 作为周星驰 演绎道路上的贵人 曾带着周星驰拍摄了不少戏 两人间的关系 可谓是相当的好 可谁能想到 他们多年的友谊 却因一件小事 而土崩瓦解 在电影喜剧正盟中 《场务一绝》 最初是由万子良饰演的 但拍摄时为了赶进度 周星驰便临时调整了拍摄时间 可一时疏忽 所有人都没想到 要将这件事通知万子良 导致其在片场 苦苦等了几个小时 对此 大为恼虎的万子良 一气之下便霸言而去 为了救场 这才找来了达叔出演场务 但周星驰还是在片尾 特别感谢了一下万大哥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若有想了解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哟 拜拜